大家好,我是阿勇 今天的视频我给大家分享一道毛豆米炒鸡丁 今天看到是一斤新鲜的毛豆米 毛豆米其实就是新鲜毛豆去壳后里面的嫩绿色豆子 毛豆米的营养价值很高 含有丰富的不薄和脂肪酸等等 在这里就不一一也是了 这里面要说一点比较重要的是 毛豆米如果发芽了就不要建议食用了 首先把毛豆米清洗干净 这里面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多清洗几遍 把毛豆米外包裹的溶衣清洗干净 并挑出有虫眼的 这部也非常的关键 清洗干净后我们放一边备用 准备一块鸡皮肉从中间片开 片开后我们先切成一公分左右的条 再改刀切成一公分左右的丁 切好后放到碗中 加入两克食盐 五克料酒 五克生抽 先用手抓拌均匀 让鸡皮肉吸饱料汁 吸饱料汁后再加入五克生粉 继续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后加入十克的菜油 抓拌熟下后放到一边腌制十分钟 准备新包过一个改刀切成一公分左右大小的丁 切好后我们放一边备用 红萝卜一节改刀也切成一公分左右的丁 切好后我们放到旁边备用 五花肉二凉 改刀也切成丁 切好的五花肉我们放一边备用 香葱一根 葱绿和葱白分开切丁 放到碟子里面备用 生姜一块切片切好后我们也放到这里面备用 现在看到是我们切好的香葱与生姜 起锅添水水开后加入少许的食盐 放入毛豆米焯水三分钟 三分钟后控水捞出 再次起锅添水水里加入少许的食盐 水开后放入杏鲍菇和红萝卜丁 水滚开后焯水一分钟左右控水捞出 起锅放入少许的菜油 温油的时候放入鸡丁 用铲子划散鸡丁 鸡丁变色后就可以出锅放到碗中备用 再次起锅放油 锅里加入少许的底油 放入切好的肉丁 中小火煸炒出油 煸炒出油后放入切好的香葱和姜片炒香 再倒入毛豆米、鸡丁、杏鲍菇、红萝卜丁 往里面挤入10克蚝油、10克生抽、花椒油少许、料酒少许、开中大火炒至上一分钟 一分钟后加入少许的食盐、鸡丁和一克胡椒粉 翻炒均匀后点入少许的淀粉水 再放入葱里丁 翻炒四五六七下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毛豆米炒鸡丁就好了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常菜请订阅点赞阿勇美食小厨 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